感性的肌膚 基本上皮膚偏干燥的情况下 有时候可能本身就在发炎 可能是像直流性皮肤炎 接触性皮肤炎的状况 那也有可能是过度清洁造成的 那如果是过度清洁造成 皮肤干燥的情况下 这时候其实结构是受损的 所以擦任何东西 其实很容易受到刺激这样子 那油性的肌肤 基本上来说油脂比例比较高 所以它的抗性稍微强一点 所以当你满脸都是油的时候 基本上来说你擦一下保密 可能刺激度相对偏低 但是皮脂在表面上停留久了之后 会造成结构的改变 皮肤的延展度会变好 但是它的紧密度会变差 所以擦保浪品下去 反而很容易穿透到皮肤底层 造成刺激的情况下 所以过多的油脂 如果没有适当的移除的话 皮肤也会变得很敏感的 当然混合肌 当然就只这两种情况的混合 其实皮肤也是容易受损的 所以没有说每个哪种肌肤 特别容易变成敏感肌 而是说当这样的皮肤造成它的原因 你没有把这原因去除掉 或者是它的过多的油脂 你没有适当的移除掉的时候 它后续会造成你皮肤变敏感 它的原因可能会不太一样